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医生部分加针之后的第50行 那么从第51行开始 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编织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把衣服分为 前后两片来进行编织了 那么我们这里在这个正中间的位置 我们挂上了一个记号扣 那么这是我们织物的最中间位置 那么我们首先根据花形规律 那么这个8针10行 我们还有两行没有编织 那么从第51行 我们仍然是根据花形规律 编织一行下针 那么这里编针的话是三个滑针 然后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记号扣的位置 好,现在第51行 我们织到了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我们织掉了一半的帧数 然后我们拿下记号扣 我们现在左半侧 可以先用另一根环形针把它穿下来 我们另外拿起一根3.5毫米的环形针 把它这样穿下来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用别色线把它取下来也是可以的 好,现在在第51行 我们的织片居中把它分为了左右两侧 因为我们这里织从右织编织到左织 那么这里我们其实也就是 把这个衣服呢分为了前后两个衣片 那么中间部分呢就是领口的位置 那么我们先把左半侧的帧数呢 把它移到了一根别色线上 先暂时放着不织 我们先来处理这一侧的衣片 好,那么第51行 我们翻转织物第52行 第52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第一针直下针 然后全都直上针 一直直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第52行我们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之后呢第53行 那么在第53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编针三针滑针之后 那么我们每8针进行一次捆针 中间间隔一个下针就可以了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参照前面的花形的编织方法 来完成这部分的16组花形的编织之后 那么我们再继续的织 下针一直到左胖针上剩4针的时候 我们来演示领口位置的减针 好,第53行我们完成了第16组花形的编织之后 那么左胖针上还剩下8针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再进行花形的编织 直接织4个下针 1,2,3,4 然后我们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 那么领口位置的减针 我们是按照每两行减一针减4次 每4行减一针减一次的规律来减掉5针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完成 来进行一次减针 那么首先这里要减掉一针的话 我们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左上两针并一针的方法 我们把这第一针第二针同时调起来 同时调起这两个线圈 以下针的方式织一针下针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一针 然后剩下来的两针我们仍然是织下针 好,这样第53行我们就领口位置减掉了一针 然后翻转织入第54行 第54行在领口位置 我们注意首先织两针的滑针 上针的滑针 第一针第二针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现在第54行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从第55行到第60行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在正面行编织下针 反面行编织上针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左侧我们留三针滑针作为编针 在右侧我们是留两针滑针作为编针的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领口位置 我们是每两行减一针要减四次 这里已经完成了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第55行 第57行第59行 那么在这领口位置分别要减掉一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根据花形规律自己去完成 第55行到第60行的编织以及领口位置的减针 之后我们在第61行再来跟大家一起演示 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第60行 那么这时候我们领口位置已经减掉了四针 也就是每两行减一针减四次 那么接下来第61行 第62行领口位置是不减针的 我们不加不减的支一行下针 在反面行支一行上针 完成到第62行 第62行我们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第63行 那么在第63行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花形规律进行八针一组的花形编织的同时 在领口位置完成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也就是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隔了一行 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进行最后一次的减针 那么当减针完成之后 我们在这最后一组花形织完之后 我们在这组花形的左侧 是总共只剩下三针 作为编针就可以了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根据这样的花形规律 来完成第63行花形的编织 以及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第63行 我们织完了第16个八针花形之后 我们左帮针上剩了四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织两个下针 这样完成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然后从第64行开始 一直到第132行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不加不减的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每10行我们要进行一次捆针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同时要注意的是领口位置是两针滑针 在底边部分是三针的滑针 接下来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去完成第64行到第132行领口位置的编织之后 在第133行我们再来进行领口位置的加针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到第132行 那么从第133行开始 那么我们除了根据花形规律继续进行捆针的编织之外 那么在领口部分我们要进行加针 那么我们领口位置的加针是按照每四行加一针加一次 然后是每两行加一针加四次 完成五针的加针 好 首先我们来编织第133行 那么第133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编针是三个滑针 然后每八针一个捆针中间间隔一个下针 再织第二组 那么我们根据花形规律自己去完成第133行 一直到左侧领口 我们来跟大家演示领口位置的加针 好 现在我们第133行已经织到了最后一组花形 那么左胖针上还剩三针的时候呢 我们织一个下针 一个下针之后这里我们要进行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的方法 这是右胖针下的第一个下针针目 左胖针从前向后调起右胖针下 第二针下针针目 左半个线圈 然后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左加针 然后边针两个下针 一 二 这是第133行翻转之物 第134行根据花形规律 是织一行上针 那么领口位置首先两针滑针 然后全都织上针就可以了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然后第135行 第136行我们是不加不减的 在正面织一行下针 反面织一行上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领口位置的每四行加一针加一次 好 那么大家根据花形规律去完成第134行到第136行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这里在第133行领口位置进行加针之后 又编织了三行已经完成到了第136行 那么接下来在第137行开始 我们要完成的是领口位置的每两行加一针加四次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第137行 第139行 第141行 第143行 我们都要在领口位置进行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的方法是在右棒针下第二个下针针目 调起它的左半个线圈织一个下针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参照第133行的领口位置的左加针的方法 来完成剩下来的每两行加一针的加针 一直完成到第144行 那么这时候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在第143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除了领口位置要进行加针之外 还要进行花形的编制 大家不要把这个花形给遗漏了 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大家参照刚才的加针方法 自己去完成第137行到第144行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通过领口位置的加针 已经把领口位置全都加针加完了 并且编织完成了第144行 这样我们整个衣服的前片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把这里先暂时放着不织 来开始编织衣服的后片后领部分 那么我们把这个后片又重新回到了换性针上 那么这里已经完成了50行 那么我们连接线材之后呢 开始编织第51行 我们拿起线材把它压到织物的反面 稍微留长一点线头 然后开始织下针 那么我们第51行 在正面仍然是织的一行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把适当的留长线头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织第二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尾绕到这个长的线头上面 这样起到一个长线头的作用 我们可以多长几针 这样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好 那么我们自己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衣服厚片的第51行 第52行 那么在第53行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领口部分的减针演示 好 第52行 反面行我们知道了领口位置的最后一针 这里我们织上针 好 然后翻转织物 第53行 那么在第53行 我们要开始进行后领位置的减针 以及花形的编织 那么后领位置的减针 我们是按照每两行减一针减两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两次 总共减掉四针 那么我们首先领口位置 第一针第二针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这是两针滑针 然后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右上两针并一针的织法是 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剥过第二针 好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 一 二 三 四 好 我们又继续织了四针的下针 那么我们在开始编织的时候呢 我们这一组没有织的是八针 然后通过一次的减针 那么就剩了七针 然后开始进行花形的编织 花形的编织方法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继续我们根据花形规律来进行编织 一直知道织物的左侧 那么注意我们左侧是三针滑针的编针 那么这是底边 然后衣服后片的底边 那么领口位置是两针的滑针 我们参照花形的编织规律来完成第53行花形的编织 那么第54行 我们是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上针就可以了 第54行我们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参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后领位置的减针 我们总共要减4针 那么我们每次的减针都是在正面进行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第55行 第59行 第63行来进行减针 其他的行数我们都是不加不减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4次减针之后 一直到第64行 第一组花形的右侧 8针只剩下4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参照前领的编织方法 从第64行开始 一直到第132行 我们是不加不减的进行后领位置的编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参照这样的方法 自己完成到第132行 那么这里我们再提醒大家一句 在第55行 第59行 第63行 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减针 减针的方法就是我们第53行所演示的 在两针滑针之后 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 那么当完成了132行 在第133行的时候 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后领位置的夹针 那么在这里的夹针我们是要进行右夹针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去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后片已经编织完成了132行 那么在第133行开始 我们要进行后领位置的夹针 后领位置的夹针 我们遵循的是每四行加一针加两次 每两行加一针加两次 总共加四针 使得我们这一组第一组花形的右侧 恢复到八针的下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来编织第133行 好第133行 那么首先领口位置 边针两个两针的滑针 我们第一针第二针把它滑下来不直 然后在织完两针滑针之后 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右加针 右加针的话 我们左傍针下的第一个下针针目 那么这个V字形是第一个下针针目 我们调起右半个线圈 挂到左傍针上 然后织一个下针 这就是一个右加针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好这样我们就加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 这样这里就有五个下针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八针织一个捆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花形规律 自己完成第133行的捆针的编织 同时反面行第134行 我们是不加不减的 织一行上针就可以了 那么两侧底边是三针的滑针 领口位置是两针的滑针 就跟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去完成这两行的编织 好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第134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来完成135行到第144行 那么在这里我们在第137行 第141行第143行的时候 在这个领口位置两针滑针之后呢 都要织上一个又加针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演示 当完成到第144行之后 从第145行开始 我们前后片就要连接在一起编织了 好衣服的后片 我们已经完成到了第144行 那么这时候在第一组花形的右侧 已经有八针的下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针下针 好然后我们把这里的线材呢 适当的流长线材防止它掉针 然后呢我们把它隐藏到 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多隐藏几针 线头呢会更牢固一些 好我们多隐藏几针之后呢 可以把多余的线头修掉 然后我们这里开始编织145行 那么编织第145行的时候呢 我们是跟衣服的前片 要把它进行合并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先编织衣服的前片部分 那么一直把这前片 编织到领口的位置 好现在当我们衣服的前片 已经编织到了领口位置之后 那么我们直接的去连接衣服的后片 那么把两个领口连接在一起 那么注意我们这里 原来在领口位置是要织两针滑针的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织滑针 直接织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把这根线呢 稍微收紧一点 防止它出现一个较长的度线 收紧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织下针 织到植物的最左侧 好那么我们就 接下来我们就把衣服的前后片 就连接在一起 开始编织衣服的左肩部分 那么当我们 我们可以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编织到第152行 那么在第153行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进行花形的编织 现在我们衣服的前后片连接之后 已经完成了第152行 那么在第153行的时候 我们要来进行花形的编织 也就是8针10行的花形编织 这里要进行捆针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 在衣服的前片完成了16组的花形之后 肩部的这16针 我们是不用进行花形的编织 然后在衣服的后片 再编织16组的花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中间肩部的各8针 是不用编织花形的 好第135号我们织完了 那么我们在衣服的前后片分别编织了16组的花形之后 那么在肩膀上的16针我们是没有织花形的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不加不减的编织第154行和第155行 在第106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肩部呢要进行空加针的 空加针 好那么我们先自己去完成这两行 在第156行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演示 好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第155行 翻转之后第156行 我们先织上针一直织到第16组花形之后 好第156行我们织到了第16组花形之后 那么这时候左帮针上到下一组花形的时候呢 中间间隔 中间间隔16针 1 2 3 4 5 6 7 8 好那么有16针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空加针 那么这里的空加针的方法 我们直接调起两针之间的这根镀线 把它调起来 调起来之后织一个上针 然后再织八针上针 八针上针之后 我们再把这两针之间的镀线调起来 织一个上针 这也是一个加针 一个空加针 然后再织八针 八针之后 仍然是把这两针之间的镀线调起来 织一个上针 好这样我们就在 这样我们就把这中间的16针 用两组花形来把它隔开 左右两侧各一个空加针 中间一个空加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里三针的空加针的位置 就是我们后面的放针的位置 好现在第156行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 并且把肩部的16针 通过三针的空加针之后呢 已经把它隔成了两组花形 那么接下来从第157行开始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编织到第194行 那么这里我们在第163行 第173行 第183行的时候 我们是进行前后片各17组花形的编织 也就是整个一片是达到34组的花形 那么在第193行的时候 我们一身部分的花形就不再进行编织 而是织的袖子部分的12组花形 织完了194行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一身两侧的收边 然后我们开始织衣服的左绣 好那么根据这样的花形规律 大家自己完成第157行到第194行的编织 我们再来进行侧身边的收针演示 现在我们一身部分 从领口位置前后两片连接起来编织的话 完成到了第192行 那么这里我们肩部编合 我们在这个肩部位置编织的时候呢 第一组这里是编织花形 在第二组的时候呢 才开始进行花形的编织 好那么在编织到了第192行之后 那么我们开始编织第193行 那么在第193行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要进行花形的编织 这时候我们衣服前后片 就不再进行花形的编织 而只是在中间部分 我们来进行花形的编织 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开始编织衣服的左绣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扣上记号扣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右绣的102帧编织完成之后呢 左右两侧是各加了88帧 来形成这个一身部分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这一侧进行袖子编织的时候呢 在一身部分我们要平收针 左右两侧各平收88帧 那么这里我们的88帧的话 只是指的花形的88帧 那么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个下针 我们是在最开始的位置呢 是用的空加针的方法 那么在我们编织完成之后呢 这个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个下针是要把它放掉的 不在这个88帧的计算范围之内 织物的最右侧是有三针的边针 好那么我们在挂记号扣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这里是一组花形 两组花形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七组 八组 九组 十组 十组的花形 那么正好是80帧 中间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个下针 我们是不计算在帧数范围之内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 这个80帧之后呢 在织物的最右侧 也就是衣服的底边部分 还有三针的滑针作为边针 那么这时候 数了十组的花形之后呢 总共是83帧 83帧之后 那么我们再向第十一组 第十一组花形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是两组花形中间的 这一针下针不算 在第十一组花形的时候呢 我们再数五针 一二三四五 再数五针出来 挂上记号扣 那么这里我们 右侧的三针边针 加上第十一组花形的五针 五针 那么总共是八针 加上中间的十组花形 总共形成了88针 那么这里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 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一针下针 我们是不算在这个88针里面的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 挂上了一个记号扣 那么中间位置 我们 也就是袖子部分 我们在起边的时候呢 我们起的是102针 左右两侧各留了三针的边针 然后中间是12组的花形 我们这个左右两侧的这个 刚才 刚才在右侧 这第十一组花形 我们剪掉了 我们扣掉了五针 那么这里还剩下三针 正好是袖子部分的边针 那么中间我们还有12组花形 12345678 910 11 12 12组花形 在第13组花形的时候呢 我们仍然是挂上 123 三针 那么这是我们袖子部分的 左侧的三针滑针 这样我们仍然是 每8针一组花形 中间的下针 是不计算在 不计算在 帧数范围内 也就是不包含这中间的下针 我们总共是 共是102针 跟我们起帧的帧数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左侧花形 也同样如此 是88 不包含两针 两组花形中间的下针 我们总共是88针 就可以了 那么挂上记号扣之后 我们来开始编织 第193行 从织物的最右侧 先是三针的滑针 我们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这里 不再进行花形的 不再进行花形的 捆针编织 而是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 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第193行 我们织到了 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我们划过记号扣 记号扣之后呢 织四个下针 好 织完四个下针之后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以八针为一组单位 编织花形 一二三四 八针为一组花形 编织花形 好 那么这是第一组花形 中间间隔一个下针 再织第二组花形 那么这里我们总共要编织 十二组的花形 这里已经编织了一组花形 那么根据规律 我们再把剩下来的 十一组花形 把它编织完成 第193行 我们织完了袖子部分的 第十二组花形之后 那么再织四个下针 到第二个记号扣的位置 三 四 好 又织了四针下针 到了第二个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划过记号扣 那么 接下来我们全都是织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第193行 我们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翻杆织物 第194行 我们仍然是边针 把它三针滑针 调下来不织 然后这一行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 我们完成了第194行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侧身部分的平收针 翻杆织物到正面之后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要注意 在平收针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两组花形中间的 这一针下针 要把它剔下来 那么首先是边针的三针 我们同样是把第一针 调下来不织 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收掉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收掉了两针 然后再织一针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就平收掉了三针 然后我们这里是 第一组花形的八针 我们把它根据刚才的 平收针方法 平收掉八针 当平收到第一组花形的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那么这一针是两组花形中间的这一个下针 这个下针 那么我们就把这一针呢 要把它从左棒针上滑下来 滑下来之后 我们这一针直接连接到第二组花形的第一针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捆针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样看上来 正好这是第二组花形的第一针 我们把这个两针中间的这一个 由空加针织上来的下针呢 把它剔下来 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 那么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同样的把第二组花形 我们也把它直到这个第八针的位置 我们记住每一组花形是八针 中间间隔的是一个空加针上来的下针 由空加针织上来的下针 我们这一针是要把它放掉的 好 那么我们这样平收针 平收到了第二组花形的最后一针的时候 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捆针中间的这样一个下针 这个下针我们同样的是把它从左棒针上退下来 然后直接连接后面的花形 我们就按每间隔 每平收八针我们这样停下来一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针我们是要把它放掉的 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好 我们根据这样的规律自己去完成测身部分 八十八针的收针 中间注意每间隔八针我们要放下来一针 不要去进行平收针 好 现在我们每平收八针 把两组花形中间的这针下针呢 把它放下来之后呢 一直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扣那么这样我们就已经平收掉了87针 然后我们拿下记号扣 再织一针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把八十八针全都平收完了 那么我们在平收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要收得太紧 那么防止这个衣服侧身边呢 会起皱 那么注意我们这里的放下来的这一针一定是 那么两个放针中间间隔的肯定是 间隔的是八针的这样一组花形 那么这一针放针我们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留意 那么否则的话它是不能够放到底的 大家在收鞭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 好那么平收针结束之后 我们又织到了袖子部分 那么这是我们袖子部分的第一行 织完第一针之后我们再织两个下针 一二然后花形的一针下针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第二个记号 一直织到下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好我们现在知道了第二个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划过记号扣 我们全都织 那么这个是在 这是衣服的后片部分 我们在反面行来进行平收针 所以这一行我们继织直下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现在我们第195行 也就是袖子部分的第一行 已经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翻转织物 那么我们把这个衣服的后片呢 也进行一个平收针 那么我们是指以上针的平收针 那么同样的 我们首先三个边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上针 从右棒针的下面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我们这样就剪掉了一针 织一个上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剪掉两针 第三针 然后我们仍然是 按照每平收八针 T一针的规律 从织物的反面 把衣服的后边 后身片的侧身边 把它进行平收针 就是上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进行平收针 上针的平收针 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 每组花形 中间的这一针 这一针呢 我们是要把它放掉的 我们第一组花形 平收针 收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一针 剔下来之后 然后再继续的 连接下一组 下一组的花形平收针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 空夹针的位置 上来的这一针呢 我们一定要把 两组花形 中间间隔的这一针呢 一定要把它 听下来 不要听错了 我们如果说是 不熟练的话 我们可以在编织的时候呢 把中间的这一针 需要把它 剔下来 放下来的这一针呢 我们可以画上 一个记号扣 我们知道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就把它 从左帮针上 放下来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继续的 支 上针 平收 一直知道记号扣的位置 好 当我们平收针 收到这个记号扣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把这一针 取下来 放下来 不支 然后直接连接 下一组的花形 来进行平收针 那么 注意 我们平收针的时候呢 这一侧不要收的太紧 放松一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直把这个侧身边 88针全都平收完就可以了 那么注意这里放针的位置 大家一定不能弄错 好 现在到我们的后片 平收到了记号扣的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平收掉了87针 然后拿下记号扣 再平收一针 好 这样我们就把第88针平收完了 然后我们这里 在袖子部分 我们这里是 然后继续支上针 那么这是袖子部分的第二行 第二行 重新计算行数的时候呢 这是袖子部分的第二行 我们一直知道织屋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袖子部分的第二行 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袖子部分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总共要编织48行 那么我们这里已经编织了两行 大家就跟 接下来就根据花形规律 从第三行一直织到第48行 再来进行袖口的起国针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 第三行 首先我们注意 这里我们在织袖子的时候 第一针编针织下针 然后 全都织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 袖子部分 左右两侧 是各留了三针编针 那么我们这里要注意的是 在袖子部分 不管是在织屋的正面还是反面 最左右两个编针 我们都是织的下针 所以大家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来完成第三行到第48行的编织 我们再来进行织口的搓板针的演示 好 袖子部分的第三行 我们知道了织屋的最左侧 翻转织屋第四行 那么编针 我们说过 不管在织屋的正面还是反面 我们编织的位置 织一个下针 然后 第二针织上 然后我们全都织上针 好 现在袖子部分的48行已经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换用3.75毫米的环形针 来编织袖口的六行搓板针 那么这个搓板针的话 我们前面说过 在花形的编织过程当中 8针10组的花形 那么中间间隔的这针下针 是不计算在针目内的 也就是我们要把它作为放针 全都把它放掉 那么也就是我们要把现在 环形针上的针目 还原成起边的102针就可以了 拿起3.75毫米的环形针 直接去进行编织 首先编针是3针的下针 我们照样织3针下针 然后这第4针是花形边上 我们用空夹针加上 空夹针加上来的 我们把这一针放掉 织8个下针1 织完8针下针之后 那么中间到了两组 花形中间间隔的这个下针 同样的把它放下来 直接的把它放下来 然后直接连接下一组花形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把环形针上 恢复到这个跟右秀一样的102针 这时候我们的环形针上 剩102针 袖口的搓板针总共编织6行 也就是不管在织物的正面还是反面 全都是直的下针 那么接下来翻过展织物 从第二行开始一直到第六行 我们不管在织物的正面还是反面 全都直下针 好,现在袖口的6行搓板针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开始进行平收针 平收针方法 我们参照衣服侧身边的平收针方法就可以了 现在到我们袖口部分 平收针收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这里先不用断线 我们来开始准备袖子部分和衣服侧身边的缝合 那么这里我们先把环形针拿下来 在这针上面我们挂上一个记号扣 那么在缝合之前呢 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 在衣服的侧身边 侧身边 那么我们在织完了衣片之后呢 我们都有这样一个 我们要把空夹针的位置呢 要把它都放掉 我们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每一针这个放针的话呢 我们向下拉几针 这样的话防止我们在缝合侧身边的时候呢 把这一针缝合进去 那么这样如果缝合进去的话 我们就不好进行放针了 好,那么在我们这样做好准备工作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开始进行衣服的底 以袖子部分的底边和侧身部分的缝合 那么我们这个缝合的话 是在衣服的反面进行缝合的 我们这里把衣服的正面向里 反面向外这样对齐 刚才袖口部分的这一针 重新回到环形针上 在衣服的另一侧 那么我们首先找到第一针 第一针的位置 第一针的位置我们入针 然后再把这一针套到棒针上 好,我们这样套好之后 套好之后我们直接把这一针 把它这样穿过来 这样穿过来之后 我们就把这两层就缝合在一起 把这个衣服的底边就缝合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到下一个这个 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个动眼里入针 穿过第一个衣片 再找到第二个衣片上 也是穿过这个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个动眼 我们这样把它从下向上绕线 挑起线圈 然后把第一针不过第二针 我们这样就又缝合了一针 那么我们这样把边上的每个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个 这个空隙全都一一对应的缝合起来 同时挑起这两个衣片 这样把它挑起来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那么在缝合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不要把这个织物呢 拉的太紧 那么把这个针物呢不要拉的太紧 以保证这个缝合的线段的话呢 这样一个平整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自己仔细认真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缝合就可以了 那么两侧是缝合的方法是一样的 好当我们缝合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把这个线圈拉长 然后把这个线头呢 从这个线圈里面掏出来 掏出来之后呢 收紧线材 收紧线材之后 适当的留长线头 我们进行断线 然后我们在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 把这个线头隐藏掉就可以了 那么多隐藏其中之后呢 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好当我们处理好线头之后呢 翻到织物的正面 那么这是我们织物正面的效果 然后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衣服的另一侧 另一侧 侧身边和袖子底边部分 也把它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那么缝合完成之后 我们参照右袖的放针的方法 把所有的这样一个放针 全都把它放完 那么可以这样轻轻拽一下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衍生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 衣服底边的i-code的收边 好现在当我们把衣服的侧身 以及袖子的底边缝合完成之后呢 也已经把这个花形中间的这个下针 已经全都放掉了 那么形成了这样一个镂空的花形 最后我们来调制衣服的底边 衣服的底边 我们是编织三针的i-code 第一 这一针的话 我们是在进行测缝 测缝缝合的时候呢 最后一针 我们没有把它断线 那么这里 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指的是滑针 形成了这样一个大的V字形 那么这个V字形 一个V字形 代表的是两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每两个动眼 也就是每四行挑三针的规律 每两个动眼挑三针 那么首先我们 在第一针滑针里面 我们首先挑起一根 挑起其中的一根 织一个下针 然后仍然在这个V字形线圈里面 同时挑起两根线材 织一个下针 然后在第二个V字形 在第一针目里 我们挑至一针 这样我们就是 两个V字形 四行挑了三针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把衣服的底边 全都挑至到棒针上 好 现在我们底边 已经把它全都挑至出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 用三针i-code的包边 三针i-code的包边的话 我们在这里 首先 那么这里是我们的起始的位置 我们首先在第一针的位置呢 我们挑至三针出来 我们从第一针和第二针的中间位置入针 穿过这两针之间的空隙 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它挂到左方针上 这样我们就挑了一针出来 然后在这两针中间的空隙里 我们能穿过去 挑起的是第一针的整个线圈 这样我们又挑了一针 这样我们就挑至了两针 然后在前两针中间的空隙里面 我们再一次入针 挑起第一针的整个线圈 再挑出来挂到左方针上 这样我们就挑了三针出来 然后 我们织 一个下针 然后我们织一个下针 第二个下针 织完两针下针之后 我们把第三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第四针织一个下针 把刚才没有织的这一针 把刚才没有织的这一针拨过来 这是一个右上两针 并一针 这样我们四针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再把这三针 拨回到左方针上 一 二 三 然后我们再织两针下针 一 二 第三针挑下来不织 第四针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一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两针下针 一 二 第三针挑下来不织 织 第四针的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一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 两针下针 一针右上两针并一针的规律 我们把这底边全都编织完成之后 最后我们来演示 矮刻的手边的这个手尾的连接方法 好 现在我们底边的三针矮扣 已经知道了这个七十的位置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把这个线头呢 适当的流长之后呢 进行断线 然后把线头穿过缝合针 穿过缝合针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把这个针头呢 换个方向 我们把它拨 仍然是拨回到左帮针上去 拨回到左帮针上之后 那么这里 我们把这个线材呢 从里向外 挑起第一针 把它挑下来之后 收紧线材 然后到起边的位置 我们到七十的位置 找出第一针 找到这第一针的位置 这样一个V字形的线圈 我们把它同时挑起来 收紧线材 然后再回到刚才第一个针目里 挑起第一针的左半个线圈之后 再挑起第二针的右半个线圈 也是挑两个线圈 把它收紧之后 再回到起始位置的第二针的针目 这样一个第二个V字形 第二个V字形 我们把它这两个V字形的两根线圈 全都挑下来之后 收紧线材 然后再回到刚才第二针的针目里 从上向下挑起左半个线圈 再挑起第三针的右半个线圈 仍然是两个线圈 把它一起挑起来之后 再回到起始位置的第一 起始位置的第三个针目 我们也是挑起 这个V字形的两个整个线圈 挑起来之后 再回到刚才第三针的这个针目内 好,我们然后再把它穿到织物的反面 穿过去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I-code的边 I-code边的起始位置呢 就把它缝合起来了 然后在织物的反面 我们固定线材 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之后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头呢 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 那么也同样的把线头多隐藏几针 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好,多隐藏几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线头修掉了 这样我们就把这针件衣服也就编织完成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